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纷纷指责其不珍爱生命 花影作死 这名22岁的俄罗斯模特叫维多利亚 视频中她悬挂在迪拜卡燕塔的窗外 没有身穿任何的安全设备 只有一名男性助手用单手拉住她 而迪拜卡燕塔共有75层 306米高 2013年曾是世界最高建筑 不仅如此 维多利亚还PO过其他极限运动的照片 包括蹦极跳 高空滑锁和室内跳伞等 看过的网友有人称赞她勇敢 但是更多的网友则批评她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每年开学的时候呢 许多爸妈非但没觉得解脱反而更忙了 因为很多家长都在忙一件事 那就是给娃的课本包书皮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新课本 如一叠叠以后的书皮呢 许多爸妈开始吐槽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事 可偏偏有人将繁星式演绎成了一系列艺术品 最近杭州一名小学生一叫起来 发现自己的书本全都变了样 书皮材质虽然是最普通的牛皮纸 但是图案各异 原来书皮全部都是爸爸亲手画上去的 林摩呢 是风子凯的漫画作品 原本为省事 爸爸一直用塑料的封套给儿子包书皮 但是后来发现塑料封套味道比较大 从去年开始换用牛皮纸 但又不想让空白的封面看上去太单调 于是就做了这么个暖心的举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找扫描屏幕随便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